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赖正凯 加州的供水系统可能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威胁 包括骇客的袭击 恐怖的袭击 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 目前供水部分的工作人员们 正在紧密地应对这些可能的风险 在经历了一个超越以往多雨雪冬季之后 整个加州的供水系统在5月 即将面对内华达山脉积雪融化的影响 大量的水源即将涌入加州多个蓄水库 而同时由于全州的水务部门的许多系统 仍在使用老旧的软体 糟糕的密码 老化的技术设施和其他面临风险的运营设备 这将让整个供水系统面临巨大的挑战 此前也许很多人没听说过 网路骇客会袭击水务系统的事件 而在2021年佛罗里达州 奥兹马的一家水处理厂操作员 发现了一个身份不明的用户 远端访问了水厂的计算机系统 联邦网络安全域第九区 网络安全主任乔奥尔刚表示 我们已经看到网络入侵的流行率 和影响稳步上升 勒索软体攻击也异常增加 这些攻击已经变得更具破坏性和更昂贵 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 骇客们袭击的部门也变得更加多样起来 当然加州供水部门也就此做了相关的改进 包括升级系统和更新密码 虽然网络安全恐怖袭击似乎无孔不入 上周五加州供水部门提出一项议案 规定了以3300多人为单位的提供服务的社区供水系统 需要每5年积极更新一次风险和复原力评估 以及应急回应计划 除此之外 由于积雪融化带来的洪水和土石流等自然灾害 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加州居民脆弱的供水管线 上个月 北加州一个线就由于洪水冲毁了供水管道而被迫停水 当地居民不得不限制供水了几个礼拜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 明镜与点点栏目